大家好,我是可以主觀就不客觀的V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炒賣嗎? 如果有在關心潮流藝術圈的話 就會知道價格炒作是潮流市場無法抹滅的一種行為 凡是走紅過的潮牌商品 大家都經歷過潮賣的命運 那什麼是潮賣呢? 潮賣顧名思義 就是低價購買潮牌相關商品之後 迅速用較高的價格轉手售出 賺取中間的獲利 據說Supreme就是這一系列炒賣行為的源頭 自從Supreme成功透過每週限定限量發售的販售模式 提高他們的商品價值之後 所謂的在售經濟也因運而生 在售經濟的興起也成就了許多新時代的商業大戶 比如美國的Unique Hype, Allen, Gore等等 炒賣這件事情需要順應潮流趨勢 盡可能在最快的時間買進賣出 否則就會有很重的囤貨壓力 在越來越多人發現潮流市場有利可圖之後 也有越來越多人進入市場分食這塊大餅 所以現在炒賣的利潤就越來越低了 相對於買低賣高 真正喜愛潮流的藏家們無意不夢想 創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潮牌 比如陳冠希、周傑倫、五月天羅至小於文樂、小鬼黃孔生等等 近幾年創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潮牌 將自己的藝術眼光和商品接軌呢 似乎是娛樂圈最流行的一件事了吧 他們的選擇也是對的 比起炒賣別人的牌子 建立屬於自己的個人IP 可是實質意義上更有價值的一件事 今天就讓我們用Nego和他兩次在蘇富比拍賣上的好成績 來帶大家看看藝術品的價值 會如何受到個人的IP光環影響吧 Nego曾被稱作藤圓號第二 李元素文化的代表人物 BabeHumanMade的創判人 和高橋頓合作成為Mero here的行政總裁 UNIQLO的創意總監 CALS發跡的重要推手 也是潮流界不可忽視的存在 2013年Nego正式告別Babe之後 在旁人一律看壞不看好的情況下呢 隔年也就是2014年 透過蘇富比舉辦 Nego Only Live Twice 個人拍賣專場 創下讓人跌破眼鏡的好成績 107件拍品全數賣出 一共拍出台幣1億2524萬5377元整 也許你會讚嘆 Nego的眼光怎麼這麼好 收藏的藝術品怎麼全部都漲價 事實上107件拍品裡面 只有6.5%的成交價格 是在拍賣行的估價範圍內 也就是說高達91%的拍品 它的成交價格都是超過估價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講白話一點 就是Nego Only Live Twice 這個拍賣會上 9成的拍品 最後都賣的比較貴 又過了5年 Nego二度登上蘇富比拍賣會 這次他將珍藏已久的Cos作品 A Cos Album送拍 引發一陣嘩然 各界多方揣測 Nego將這件作品送拍的原因 在當時這件作品大大佔據了潮流和藝術版面 有許多專業分析家呢 就為此撰文 分析Nego 比如說 Nego收藏品味是不是改變啦 與Cos的關係深變 財務狀況是不是大不如前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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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萬眾矚目之下 The Cos Album直接締造Cos作品價格的新高 以台幣4億5602萬 9184元售出 更嚇人的來了 這場Nego Den Eye個人拍賣專場 總共才33件拍品 就創下台幣7億9千172萬 9千100元的超高成交價 除了其中一件流拍的作品 所有的成交產品都是以超過估價的狀況售出 對啊如果可以這樣玩的話誰跟你炒賣 這兩場拍賣會能有這麼華麗的結果 除了Nego和Cos的好交情 讓他能夠收藏到一般人接觸不到的藝術品以外呢 也是因為Nego在潮流界已經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網路上到處都找得到 所以我們就不提紅極一時的Babe 或Nego那些輝煌的過去了吧 Nego本人曾在受訪中表示 自己和Cos於1996年認識之後 就是不需要言語溝通 就能了解對方的這種關係 兩人在事業上也相輔相成 合作無間 就任於Nego創意總監的期間 Nego促成Cos和平價品牌的聯名 當時Cos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還沒有現在這麼高 Nego順利替他打開亞洲市場 自持之後身價呢就從此水漲成高 很多人都說 Nego是Cos成名的幕後推手 這麼看來 2019年這張的Cos album 能拍出這麼高的價格 就沒那麼難以理解 但難道這兩場拍賣會上 全部的藏品都有超過估價的價值嗎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我們舉2014年Nego一生二命專場的拍屏 當作例子 在這場拍賣會中 Nego割愛多張Charlis and Ray Ams收藏椅 這件拍屏44號的PAL座椅 預估價格在台幣的27000到35000元之間 但是他的成交價 竟然到了186000塊錢 有沒有可能是他漲價呢 來看看同年另一場拍賣會 有一款同款式的白色椅子 他的成交價格在台幣54700多塊 微微人家賣的是兩張啊 抵不過Nego你一張椅子的價格 甚至連一半都不到 這樣看來 其實這張PAL座椅 他的預估價格還是蠻準確的 再來LARF收藝 預估價格在13700到17600左右 Nego這一場的成交價格也在146997元 看看這個成交價格 足足比預估價多了一位數啊 同年在巴黎的拍賣會上 一樣的椅子 成交價格在台幣17792元 所以不是拍賣會的市場預估價格不準 是Nego這個藏家光環帶來的變數實在太高了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建立個人品牌雖然很辛苦 但一旦成功 帶來的效益卻是非常高啊 被Nego的金手一碰 價值立刻翻倍 不過呢金手指卻不是離真正想說的 藝術市場為什麼被許多人暗諷是名利市場 就因為市場價格真的很容易受到個人IP影響啊 舉個殘忍的例子 可以靠近哦 就取這個 蘇芬姐作品很美哦 讚讚 Nego是行銷高手 他充分的理解到藝術行銷這件事 除了實力之外還需要很多裙袋關係 所以他也不利於推廣當代藝術 如果你已經是有影響力的人 在這個流量世代 請利用自己的IP帶來一點好的影響吧 比如支持台灣新銳藝術家們之類的 最後 借用一下未導的話 這個夢做的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只要有開始它就會有 我是喜歡藝術 但是主觀借地氣又固執的V 目標是要成為華語區 把藝術講得最白話易懂的人類 喜歡這支影片請按在訂閱分享給我一點鼓勵吧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訂閱 按鈴 這邊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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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按鈴